人们打开了万历皇帝和孝端皇后的棺材 这是一顶用金子做的皇冠 一代文豪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强行挖掘皇帝林墓 导致发生了我国考古史上最大的悲剧 当考古队打开万历皇帝和孝端皇后的棺材时 拥有尽有的黄金饰品和珍贵文物映入眼帘 身为真龙天子 所有人民俯首成臣 直到死去 他们也不愿意放弃这种奢华的宫廷生活 这是我国第一座官方正式发掘的皇帝林墓 却造成了一场危剧 导致两千多件文物瞬间消失殆尽 而背后的始作永组竟然是著名的文豪郭沫若 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 究竟让多少珍贵文物一起液造 1955年 郭沫若向博物院递交了一份关于探索皇帝林的报告 就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这份报告中大笔一挥几千字 阐述了挖掘的各种好处 但它的最终目标 其实是找到失传已久的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中国第一本百科全书 其内容上通历史古籍 下达天文地理 整本书有多达两万卷 三亿多字 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能找到永乐大典 那么古代所有未解之谜的真相将水落石出 届时 郭沫若也将成为最大的英雄 享受所有人的夸奖与崇拜 但是仅凭当时的考古技术 并不能保证文物的安全出土 所以郭沫若的这一纸申请 遭到了许多考古学家的反对 一旦贸然开挖 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 当时的郭沫若作为中国自立最深的作家 又是中科院的院长 位高权重 他的话没人敢喊过 其他考古学家的意见 很快就被压了下来 1956年5月 郭沫若率领的考古队 浩浩荡荡地进入了明石三陵 然后直奔埋葬朱蒂皇帝的长陵 但是由于长陵的规模实在太大 他们摸索了好几个星期 都找不到陵墓的入口 就在他们准备放弃的时候 竟然误打误撞 进入了另一座陵墓 定陵是万历皇帝 和两位皇后的合葬墓 万历消耗了六年时间 修建这座陵墓 花费了八百万两白银 这是当时明朝两年的税收收入 万历皇帝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定陵的线索 就是为了防止被盗墓贼盗绝 然而 只是包不住火的 被发现也只是时间问题 当时 一名考古队员在定陵倒大的旧墙下 发现了一块刻有隧道门标示的石砖 根据考古学家 对万历年间史记的调查发现 万历皇帝下葬后 陵墓并没有完全封死 因为当时的皇后还活着 为了方便死后 把他和万历皇帝葬在一起 工匠们在墓道口留下这个记号 没想到 不仅方便了前人安葬 还方便了大文豪挖掘 既然找不到长陵的入口 郭墨若决定先用并灵练手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 考古学家一直沿着石砖向下挖 直到他们挖了一个止路石 根据止路石的指引 考古学家继续挖掘 终于挖出了一堵金刚墙 那么金刚墙的后面 会不会就是郭墨若 一直想要找到的万历皇帝林呢 定陵里面会发现 什么不为人质的宝藏呢 这个碗是用一块玉做成的 它的盖子是用金子做的 这是一个装久的玉绝 看来他们是至死 也不肯放弃这种奢侈豪华的公平生活的 一代文豪郭墨若被鲁迅骂到 远看一条狗 近看郭墨若 鲁迅为什么会如此仇视郭墨若 文人才子之间不是应该相见恨晚吗 原来上世纪50年代 在郭墨若的好奇心驱使下 领导数十名考古学家 涌入万历皇帝的定名 由于他们的技术设施不够完善 2000多件国宝文物瞬间消失 其余1000多件文物 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就因为这一事件 周恩来总理甚至直接下令 以后只要是帝王级的陵墓 都不得主动发掘 那么1956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导致文物瞬间灰灰燕灭 考古学家按照指引 一路找到了定名的金刚墙 不出所料 这面墙的后面应该是地下宫殿的通道 考古学家们小心翼翼地 取下金刚墙上的砖头 当这堵墙拆到一人多高的时候 考古队的人就急不可耐地跳了下来 用微弱的灯光观察里面的情况 结果发现金刚墙的里面 竟然还有一扇巨大的石门 这扇石门是用一整块白色大理石雕刻的 没想到至今300年了 它仍然像新的一样摆 透过石门的缝隙 考古学家发现石门后面顶着一块自来石 这种石头是古墓中常用的一种防盗装置 相当于现在的自动门锁 只要安葬完毕 把门从外面关上 石头自然落下 仅凭人力根本无法打开 为了尽量不破坏现场 考古学家找来了管兵 是盗墓贼专门用来处理自来石的工具 它的一端是长柄 另一端是半圆形铁丝 将管钉从门缝中伸进去 再把铁丝一端套在自来石上 然后握住手柄抬起自来石 轻轻推动木门 防到装置就被破解了 这座埋在地下200多年的红领宫殿 随着木门被考古学家推开 终于展现在大家面前 整个宫殿都是由特殊的巨石搭建而成的 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三个用白色大理石雕刻的宝座 上面还雕刻着九条不同形状的龙 每条龙都栩栩如生 活灵火线 宝座前各放置着一个大钢 俗称长明灯 因为年代久远 长明灯的灯油也已经腐朽凝固了 再向后走去就是后殿 后殿的中间有一张宝床 三口金丝楠木棺材并排放在中 中间是万历皇帝 左右两边分别是孝端皇后和孝敬皇后 其中两个保存完好 但孝敬皇后的棺木则腐烂得厉害 因为孝敬皇后是从其他地方迁葬过来的 棺材的环境发生了变化 所以她的棺材腐烂得更快一点 就在这时 棺材棚里的烂木箱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这是中国考古史上最痛苦的文物 在大文豪郭默若的指导下 考古学家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地 打开了万历皇帝的棺材 国家级文物瞬间变成一堆废品 这是一种做工优良的浅黄色之际 但经过氧化作用 现在已经腐烂成渣了 如今人们只能在博物馆里 看到类似的复制品 提取之紧后 考古学家开始徒手取宝 首先提取的是万历皇帝生前佩戴的皇冠 皇冠由纯金制成 共有518根金丝 每根金丝直径只有0.2毫米 甚至比身上的毛发还细 更令人惊叹的是 皇冠上还有两条活灵活现的金龙 并且焊接了8000多片龙林 其复杂程度难以想象 焊接痕迹紧平肉眼 根本无法辨认 在整体焊接之前 金龙的龙头 龙身和龙爪 都是单独制作的 在科技不发达的当时 能有如此精湛的技术 即使放到现在 也是国家级别的工匠艺人 考古专家们还在目中 发现了校端皇后 所拥有的凤冠 其橙色一点 也不逊色于万里皇帝的皇冠 上面镶嵌着95块各种宝石 在每颗宝石周围 又镶嵌着不同大小的珍珠 据统计光是这些珍珠 就有三千多颗 然而 由于出土时的严重损坏 我们现在只能通过复制品 来惊叹当时工匠的绝佳手艺 除棺材里的文物外 周围还散落着金盆 金碗 青花瓷瓶等珍贵文物 据统计 此次定灵寻宝 共出土文物三千多件 每一样都是唯妙唯肖 装饰华丽 不仅反映了万历皇帝 和两位皇后的奢华宫廷生活 也可以从之搜寻有用的信息 来填补历史资料的空缺 然而 这次的考古发现 却成了人们心中难以忘却的痛苦经历 由于过末若等人 强行闯入地宫的恶劣行为 导致大量空气引入 破坏了地宫内的空气平衡 地宫内的文物迅速氧化腐烂 许多文物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此外 由于监管不力 许多当地人也进入地宫 胆大妄为 甚至带走了大量文物 就连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棺材板 也难逃厄运 被人们当作柴火烧毁 更可笑的是 此次事件发生后 郭沫若并不打算停手 甚至还想挖女王武则天的前陵 幸运的是 他被我们亲爱的周总理拦住了 并命令他以后不能主动挖皇帝级别的陵墓 否则 不知道有多少陵墓 会被郭沫若弄成一堆废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此为止 你觉得郭沫若此番行为正确吗 欢迎留言讨论我们 下一段视频不见不散